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留學簡報》 《紐約時報》報導 個人理財公司Sophie 要求學生還款 Sophie已經對美國教育部提起訴訟 要求結束聯邦學生貸款支付暫停 並迫使那些目前沒有償還學生貸款的人 開始還款 儘管貸款暫停有到期日 但是自疫情以來 拜登政府已經多次延長 法律專家認為 雖然公司對投資者負有責任 但是他們無權盈利 而倡導者則批評Sophie的舉動是暴利 然而支持者聲稱 該訴訟為Sophie帶來了優勢 如果付款暫停可以重新開始 則為更多的貸款申請做好準備 《金融時報》報導如何修復英國的高等教育 和繼續教育金融體系 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在《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寫道 需要對高等教育目標和資金進行全面的審查 以解決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機構 在平衡 入學機會 可負擔性和質量方面 面臨的三難困境 高載學率是一個問題 缺乏高量的機構也是一個問題 英國大學部門的財務狀況並且不可持續 由於過去10年教育支出的大幅削減 培養非大學生的教育機構也在苦苦偵查 作者呼籲進行獨立審查 解決高等教育面臨的緊迫問題 這項得到英國所有政黨支持的審查 目的是使該行業處於可持續的財政基礎 以便在下次選舉後及時作出決定 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建議 資助機構 資助機制應該允許不同的運作模式 系統應該分層 以允許機構專業化 澳大利亞時代報報導 是時候為國際學生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了 澳大利亞的國際教育部門是澳洲除了鐵礦石、 煤炭和天然氣等自然資源之外 最大的出口部門 2022年為澳大利亞賺取了467億美元 然而由於對該體系完整性的擔憂 許多大學對來自印度、巴基斯坦、 黎巴嫩和尼日利亞的申請人 進行了更為嚴格的測試 為了防止印度等國家全面禁止某些學生申請 並且避免外交後果 澳大利亞應考慮在類似於移民代理人的制度下 監管教育代理人 以確保那些誤導學生的人承擔後果 與此同時《悉尼先驅城報》則報導 印度學生被大學打擊 虛假申請者被禁止 由於來自南亞的申請激增 以及內政部所謂的欺詐性申請的相應增加 澳大利亞的一些大學 包括維多利亞大學、沃龍港大學、 南十字星大學等 對來自印度特定州的學生實施了禁令或限制 這可能會對澳大利亞利潤豐厚的教育計劃造成長期損害 這些計劃仍然是澳大利亞大學的重要資源 國際學生為一些教育機構提供的學費 是國內學生的三倍 根據聯邦教育部的信息 悉尼大學在2021年 從付費的海外學生那裡獲得14億澳元的收入 莫納什大學則收取了9.17億澳元的學費 而昆士蘭大學獲得了6.44億澳元 一些印度學生的限制 一直是教育中介利潤豐厚的工作重點 一位印度的教育中介表示 太多的澳大利亞培訓學院已經成為了簽證工廠 提供的其實是移民機會而不是教育機會 英國美日電訊表示 俄羅斯可能會對遠程在家工作的躲避者 雙重徵稅 對俄羅斯另一次動員的猜測 導致國會議員提議 將俄羅斯遠程工作者的所得稅 從13%提高到30% 這似乎是另一種策略 旨在防止去年秋天 俄羅斯年輕人大規模外流 其中許多人在IT部門工作 他們逃離動員令 主要逃往附近的格魯吉亞、 哈薩克斯坦和尼美尼亞、亞美尼亞 並且在那裡遠程辦公 新的增稅計劃將試圖阻止這些人 採取這樣的行動 通過有效地對那些儘管在國外工作 但是仍然使用俄羅斯互聯網 硬件或軟件的人進行經濟懲罰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